Monstantar World 又是我Norman 我今天很有榮幸 試玩到Monstantar World 跟大家大概說一下有什麼感覺 我今天第一個選擇的任務 就是他設定死了 之後的展示也會有 就是打一條叫大空柴龍 按觀望營名 這個展示跟之前最大分別 跟正常的Monstantar最大分別是什麼呢? 其實你看到很多操作都被之前優化了 剛剛打開合成我就不太習慣了 其實你看到他一開始畫面左側 右側 抱歉 其實地圖就不像平時 直接指東南西北 如果你知道 其實Monstantar Hunter World 的地圖是變成了無縫的 你簡單來說 在過圖與圖之間 是不需要混合在一起 剛才也看到 其實他是把你玩家的數值 就是裝備的所有效果 就直接列在你的打開分順表的左右邊 這樣你可以直接看 其實我這套裝沒有什麼防守 有什麼技能 有什麼攻擊力 這樣其實比以往Monstantar更方便 這個我挺喜歡的 它其實把很多功能都高速化了 即是可能你平時要喝回服藥 又要站在那裡 收拾東西這些 對 現在看到我採上的糖 其實按一顆仔 就已經拿到了 這個開頭的一些驚喜 它另一個變更點 就是你今集Monstantar Hunter World 你換裝備是可以在營地上換的 這個我無論我試玩的時候不知道 我走了之後再看才知道 這個就有些少許可惜 那我們現在就正常地跑了 其實我已經由第一區跑到第二區了 有些驚喜就是 其實這個大家都知道 Monstantar Hunter World 是開始有這個 我給你看你斬人家多少血 雖然我都知道 你們都不會認真地數的 而我今次用這把斬擊斧 第一順 第一感覺 就跟舊的差不多 現在就看到這隻大空柴龍 它可以像VDS一樣 先鎖上按 然後你可以按它的圖片 即是它的碳速近 記一下它的魔物圖鑑 假裝有收集要數 它作為這隻BOSS關大佬 沒有特別難不難打 基本上大家都看到 因為它其實是一隻靠軟 就給得開 沒什麼特別的 純粹是說 那 你整體來說 我現在第一手玩下去 Monstantar Hunter World 它是斬下去是爽快的 你一來你終於不用再在VDS SWITCH這些畫質 真的勉強一點 我叫畫質比較差一點的主機 大概現在就給大家看看 我怎樣斬那條東西先 對了 還有這個DEMO 原武估計大概是10號零神 可以玩的那三個任務 因為我剛剛就看官網 就說它有三個任務 應該是最容易的 這個應該是其中一個任務 它武器年紀 其實啪啪啪 爽快感是有的 但當然我不排除 你之後打的那些難一點 有那些紅火龍 黏火龍 金獅子 這些動得快的那些 就不會讓你打完整個招 那我開網看到也知道 這個又是我的第二個變因點 大家看到剛才我喝回復藥的時候 是可以邊走邊喝的 那這個喜出望外 那大家終於不用再像平時 喂 我要找個 躲起來再喝回復藥 嘩 現在邊走邊喝 走著位避就行了 那另一個呢 就其實在地圖 那現在看到了 我就不斷地轉區 是沒有Loading 那這個是很開心的 那對了 那如果一隻怪物生氣的時候 大家可以看到 他生氣的時候 地圖是變成紅色的 那這個是初步估計 那我就不一定肯定 那我就繼續斬著先啦 因為我不知道 它很有趣的 有時候那個界面 經常叫我按R1 我不知道那個R1是什麼 那時候經常按錯鍵 叫我收武器 那 這個是按錯鍵 對 那這個呢 就突然間是我的貓 就幫我放了陷阱 捉住它 那 你的陷阱整體來說 你比上集好 那你上集都看到 其實玩開Mon Hunt 都知道 你平時的陷阱 是整個粒陷的 那今集的陷阱 就真的有一個陷阱的感覺 我意思就是說 你的怪 你的怪就會幫你 你的陷阱 它會幫你固住的那隻怪 而不是經常怪 你幾大隻都凹陷進去 還有它選擇道具那方面 就有快速道具 那現在看到 我畫面有一點 就是有個快速道具 那當然啦 那這個道具 你可以好像 舊Mon Hunt 你可以按住L1 然後按正方 按圈圈 左右吞 或者你按L1之後 去右邊洞窟 就可以快速 用一個好像 時鐘定位 就選擇你的道具 還有另一個位 就是你今集所有道具 使用的時候 可以取消 即是你平時磨刀 如果突然間 被一個怪追 你是不能按X 然後可以禁止它 那你Mon Standard World 是可以禁止的 那對新手 對老手都有因為 這個是我一個 又是另一個 所謂我喜歡的地方 那整體感覺 第一手是良好的 是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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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很明顯 這些般 不像平時 你知你破碎 他希望從一個 故事式的方法 從一個手奴人 去跟隨這個故事線 進行一個出色的獵人 當然是 他全程都有 所謂的NPC 和你對話 希望可以做到 好像土鬼轉音 那我就猜 因為你平時玩的Monster Hunter World就是 不是,平時玩的Monster Hunter 就是你舊的 那幾集就說 喂,突然打下打下 可能就說 喂,我們這條村有什麼怪獸襲擊 那你保護了它 那就完 那這個故事呢 看來就很平舖積聚 沒什麼特別 那與其說是故事 那不如純粹說罪事就算了 那這集Monster Hunter World呢 它其中有賣點就是 哇,有一個很厲害的故事 那如果你肯認真看回它 去投過幾條demo就可能會說 哇,我們這條村呢 就有一個所謂的尋龍 即是有一個古龍探索團 那我們現在就尋成員 去到我們這村又有被人襲擊 那你是一個很弱的獵人 那你又要怎樣成為一個更強的獵人呢 那你就一定要玩這個遊戲這樣 那我就 我個人感覺呢 這個包得挺漂亮的 那你說這個遊戲其實想不想看故事呢 那就見人見智啦 那就是 最少給你的感覺就說 喂,其實這個遊戲很豐富的 不只是斬的 你認真看看故事會不會好些呢 嗯,這個位置呢 其實那條龍呢 就死得差不多了 那你見到地圖呢 其實它 地圖幼少少 那就有個心電圖呢 它就不斷地跳 那我都會告訴你 其實那條龍是否在生氣的 那它 如果它生氣呢 它就會有時候 看到了,它有時候會跳得很厲害的 但它快要死的時候呢 就會突然間又有一兩下會有一點 那就是 有說法就是 你除了看跛腳之外 你還有另一個方法去確認一下 到底那條龍 它什麼時候死 什麼時候生氣 那其實斬的就在這裡 大家都猜到啦 我都追過去 起碼六七分鐘 對了 那它又死了啦 那我不知道啦 那大概那個demo呢 就玩到來這裡了 那都多謝大家看啦 拜拜